接下来就是名场面了 这段星夜的表演彻底折服了导演陈家上 因为好多片段都是急性表演的 抄家这里 陈家上让周星驰来个落寞的表情 周星驰并没有简单的做一个动作 而是坐上大烟床唱起了男一 是的 一个富家公子最落寞的时候 不是大吵大闹 也不是流泪悲伤 而是他不明白叫伤心和失落 只是唱起了经常去戏院厅的曲子 红竹泪 这个急性表演让陈家上觉得 星夜真是一个天才演员 事业告诉苏菜 从今天开始你要认真的学习写字了 少奶奶也要离开 从他们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老爹对苏菜是好到了极致那种 有那么多媳妇却没有重新要一个孩子 她怕苏菜会不高兴 会受委屈 苏菜父子为了面子还要大笑着让人抄家 两个富二代不愁吃不愁穿 这下让他们当乞丐 苏菜自然是不愿意的 她给街上的一个富豪要钱 富豪大妈她两人是要饭的 在一众人的骂声中 两人这才认清了现在的身份 这里如花还客串了一段 苏菜说自己有个朋友的妹妹很喜欢老爹 想让老爹牺牲一下 老爹一扭头 为了不饿肚子 苏菜只好放下了一点尊严 当街表演起了胸口碎大石 然而这时赵无极带人过来了 在开始的怡红院中 苏菜就得罪过赵无极了 更别说现在苏菜是虎落平阳被狗欺的地步 赵无极直接打断了苏菜的经脉和骨骼 现在是一个废人了 电影的后半段已经是悲剧了 老爹抱着苏菜到处找医生 在乞丐窝中 老爹为了不让苏菜失去信心 还在众人面前吹嘘苏菜之前的光辉事迹 苏菜躺在地上 落寞的回想着当初的经过 为了得到如霜 上京去考武状元 然而就是自己的韧性和纹裤 害得老爹也受到牵连 成了如今的样子 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 为了养活儿子 老爹放下全部尊严 和乞丐们前去讨饭 为了不让儿子伤心 老爹还讲笑话哄他开心 再说老爹也是在说苏菜自己 让他不要在停留之前武状元的空想之中 认清现实吧 老爹讨饭的时候 是一边捂着脸一边要钱 这个镜头真是心疼大叔呀 让人联想到自己的父亲 就算自己闯下了大祸 父亲没有责骂 而是拉着脸面向别人赔礼道歉 同样不识字的老爹 讨饭也是极其困难 想借别人的地盘也都会被骂走 苏菜这里也开始在破庙中 联摹起了文字 后面他还写出了苦海无涯 说明失业的话他真的有听 这天老爹感染了风寒 为了让老爹休息 苏菜放下了尊严去要饭 这里星爷的演技也很绝 想要到饭又怕丢了面子 声音不敢大声喊 门后的女子还是听到了 她问小乞丐要不要碎炭 而这个女子竟然是如霜的妹妹 她也认出了苏菜 苏菜一听如霜要出来 她害怕面对自己的心爱之人 就将脸埋在了煤炭之中 如霜也认出了苏菜 但为了维护她的尊严 如霜说自己认错人了 让妹妹给她拿几个馒头 苏菜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如霜 她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苏菜善然泪下 没想到再见到心爱的女人 自己当年意气风发 却成为了如今的乞丐 这种心理落差 让她彻底崩溃了 老爹由于肚子太饿 偷了人家的馒头 被抓了起来 士兵也认出了苏菜是武状元 就故意羞辱她 让她吃下狗饭就放了老爹 老爹坚决不让苏菜这么做 要和士兵们拼了 苏菜让他们不要打了 抓起狗饭吃了起来 老爹看着苏菜为了自己 竟然放下了武状元的尊严 他跑过去蹲下 一起和苏菜面对 这段真的看的人十分动容 星爷的电影一般都是喜剧 并且她的形象在影迷心中也十分伟大 看到星爷这样子也真的很难受 在原有的剧本中 其实没有吃狗饭片段 狗饭是苏菜遇到苏双后 苏双并没有给她馒头 而是给了她一碗狗饭 还说如果你不争气的话 就一辈子吃狗饭吧 这样做是想激励苏菜 但拍到此处时 陈家上觉得不合适 第一呢 是一个跌入谷底的人 在面对意义中人的反话时 很难听出其中的用意 反而让她更加没有信心 第二呢 会毁坏苏双这个女主 在观众眼中的完美形象 所以就把苏双改成了假装不认识 在背后默默给予帮助 因此才有了这段吃狗饭的戏 确实改成这样真的效果好多了 虽然和星爷以往的喜剧来说 这里太过悲剧了 但也很符合星爷电影的内核 用最高级的喜剧来诠释最经典的悲剧 如双在后面目睹了这一切 她跑过来将两人拉起 介绍了自己丐帮帮主制女的身份 还邀请两人加入丐帮 有的观众就好奇了 身为丐帮的如双 他们的衣服为什么这么干净 其实丐帮中也分为静衣和巫衣两派 静衣派除了身穿打满补丁的衣服之外 平时起居与成人无异 这些人原本是江湖上的豪杰 佩服丐帮的狭义行径就加入了丐帮 但总不能让人家也穿着肮脏的乞丐服吧 所以就有了静衣派 而巫衣派却是真正以行喜为生 严守戒律 不得行使银钱购物 不得与外人共作而食 不得与不会武功之人动手 所以如双他们很明显是静衣派的 苏参还是不敢面对如双 抱着一碗狗饭跑掉了 过年的时候 如双给苏参父子送来了许多的衣服 苏参还是和以往一样天天睡觉 活在痛苦之中 莫长老举行了丐帮会议 他们要开始对付赵无极了 为了团结对付 要选一个新的帮主 丐帮的帮归是 只要打败了三位长老的莲花老镇 才能成为丐帮帮主 这莲花老镇是红七公留下来的 就连如双也破不了 老爹这时又来吹嘘自己的儿子了 但苏参现在这个烂泥的样子 被众人嘲讽 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 老爹也不想看着苏参这个样子 他对苏参说 不管别人怎么看不起你 老爹对你很有信心 但以你的底子 只要你肯用一点力 就会有一番作为 苏参被赵无极废掉了筋脉 不是他不想出力 他肯定也早就偷偷试过 完全没有力气了 为了激励儿子 老爹将苏参锁了起来 将野狗放了进去 让他练打狗棒法 苏参从烟囱中爬了出来 这就是星爷的电影 让你快流泪的时候 立马会让你笑 苏参被咬了一身的伤 这时一个老乞丐经过念起了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老其筋骨 恶其体肤 苦其心智 他看到了苏参在石碑上写的字 苦海无涯 这里就看出了苏参并没有自甘堕落 他已经会写字了 老乞丐正是苏参在怡红院打赏的那位 而他真正的身份 就是红旗公的第七代传人 为了报答对方 在梦中传授了苏参一套 睡梦罗汉犬 石碑上也留下了四个大字 苦尽甘来 另一边 如双和墨长老偷偷跟踪赵无极 发现了他的阴谋 他要趁皇上外出受力的时候 用献上美女的理由接近他 将其谋杀 如双惊怠了 发出了响声 结果被赵无极听到 如双将赵无极要献给皇上的美女杀掉 这个举动彻底惹怒了赵无极 他将如双留下 为了救如双 墨长老亮出了 丐帮的阵帮之宝 打狗帮 然而这也不是赵无极的对手 被打了个半死 墨长老拼尽全力回到了丐帮 将打狗帮放下 正式开启选举丐帮帮主 拥有睡梦罗汉犬的苏参 找回了自信 他想要上去试一试 男人有自信 穿着乞丐服也帅 星爷的电影 都是帅不过三秒的 大家可以发现 这里的睡梦罗汉犬和罪犬有点像 行罪易不罪 不罪心不罪 招法也都是摔打 推拿 跌扑 其实陈家上这么安排是有用意的 苏灿历史上也确有其人 是广东石虎之一 也是第52代丐帮帮主 苏灿生性不羁 沉迷武学 认为做官的父亲 只懂委屈求权 隐为耻辱 为了表示对父亲的不满 他终日吃喝玩乐 挥霍无度 渐渐成为了当地一霸 其后父母和恋人 因为苏灿太过招摇 多与人结怨而招致惨死 从此苏灿顿势江湖 于酒为武 狂歌当哭 竟把酒意融入武学招式中 开创出了别具一格的罪权 后来他把罪权传授给了 同为广东石虎之一的 黄启英的儿子黄飞红 这下大家明白为什么 睡梦罗汉拳和罪权这么像了吧 苏灿借睡梦罗汉拳 成功破了三位长老的 莲花落震 当上了盖帮帮主 魔长老传给苏灿盖帮帮主后 就倒地身亡了 为了救回如霜 苏灿带领盖帮弟子 前去阻拦赵无极 这里是由林子祥演唱的歌曲 由黄瞻作词 顾家辉作曲 歌词用以警称情的方式 表现出一种逍遥游放 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是四九很喜欢的一首歌 苏灿成为盖帮帮主后 在大环丹的帮助下 全身经脉已经恢复 并且内力大增 降龙十八掌前十七掌 已经领会到了 就算第十八掌康龙有悔 秘笈上却没有记载 皇上这边也带着重兵 来到了郊外狩猎 那个美女死后 赵无极就用银针控制了如霜 要将她献给皇上 就在如霜要动手的时候 盖帮赶到 森格林庆立刻让手下放狼烟 让所有人戒备 这些视频看起来好有气势 其实这里的扮演者都是解放军 军人们在剧中 凭借着优秀的纪律 和高效的执行能力 让陈家胜这位香港导演 毕生难忘 这么多的大场面 原本计划用六天拍完 实际上只用了四天就完成了 完全是因为部队很以有纪律 完全按照她所有的计划去做 她本来预计 他们需要一个小时 换掉制服穿上戏服 但他们只用了15分钟 就穿好了所有衣服 并且全部列队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苏灿告诉森格林庆 赵无极要杀皇上 森格林庆根本不信 苏灿只好独自一人硬闯 苏灿踏雪无痕般 抢过一匹快马 闯入大营 赵无极这边也放了麒麟烟 开始了她的行动 麒麟烟所过之处轰然倒地 森格林庆这才相信了 赵无极真的造反了 还好风向转了 麒麟烟吹向了丐帮 一人提议可以用尿解毒 他们蒙面杀入了大营中 无双这边也开始纵守了 他迅速将皇上身边的护卫 全部杀死 就在要刺中皇上的时候 一个侍卫替皇上挡下 其余侍卫趁机踢了如双一脚 如双头上的银针掉落 他恢复了正常 然而其他人全部都围了上来 危机时刻 苏灿帅气登场 赵无极也杀到了这边 他内功身后 一下就来到了皇上身边 苏灿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杀死皇上 持拳打向对方 赵无极不敢相信 苏灿竟然恢复了静脉 赵无极很强大 所以苏灿直接用出了睡梦罗汉拳 将赵无极打得劈头散发 这句话同样是说苏灿 也是在自嘲自己 武装员苏起二播出后 徐少强再次凭借武装员苏起二大伙 后面才拍了童年玄幻电视剧 《水月洞天》和《灵境传奇》 凭借大反派引众 再次成为电视剧大咖 赵无极认真起来了 一行幻影 将苏起二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才放在眼里 经过对方的提醒 苏灿从天而降 用出了降龙十八掌第七式飞龙在天 接着将前十掌全部打完 然而就算是这样 也没有杀死赵无极 在周星驰的反派中 赵无极算得上是 最有压迫感的反派之一 他抬起双手 内力全部爆发 将苏灿打成重伤 降龙十八掌秘笈也掉在了地上 苏灿这才明白 第十八掌 就是将前十七掌融合在一起 抗龙游回忆出 赵无极直接被打得灰飞烟灭 这时 丐帮也杀了过来 将皇上包围 但苏灿没有谋反之心 将皇上放走了 皇上要嘉奖苏灿 苏灿却什么都不想要 皇上将他叫住 蹲下来对他说 你丐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散 朕怎么能安心 这里真是升华了 苏灿真的终身成为了喜盖 不过他有皇上遇刺的奉命乞讨 不愁吃不愁穿 武装员苏起儿 由陈家上指导 周星驰 张敏 吴梦达 陈慧宜 徐少强主演的动作喜剧片 武装员苏起儿 不管是从剧情还是喜剧效果 绝对是星爷排名前几的电影 尤其是星爷和达叔的父子情深 让人感动 电影中老爹的形象 也是我认为是达叔演技排名前三的电影 老爹这个角色 也因为是富二代 就过分纵容自己的儿子 任由他不学无数游手好闲 如果苏灿会写字 他们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但老爹却没有怪罪苏灿 不断鼓励着儿子 将乐观积极的心态 深深重在了儿子心中 最终令苏灿彻底醒悟 重新做人 不仅有老乞丐红日清的 清囊相受和言语典醒 也有老爹的良苦用心和权力付出 没有达叔的亲情演绎 星爷也不会将苏灿演得这么完美 两人是相辅相成 电影中吃狗饭的情节 让人记忆犹新 这也是星爷首次演悲剧 没想到第一次就塑造了这么成功 让观众产生共情 演喜剧也能把悲剧演好 提到效忠带泪 很多人都会说 喜剧真亡和大话西游 他们也的确是各种翘楚 但比起前者 这部武状元苏启儿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反而当时更加能让人接受 个人觉得这是星爷第一部 明显反映出悲剧结合特性的作品 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孟德四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